纽西兰旺加努伊·汪安尼里的Harvey C家正在挑战新的生活方式 这个有六口人的家庭不再花钱买食物 而是自己种植蔬菜水果 并以物异物 孕育了四个孩子的Lydia表示 之前小儿子Ashton患上了乳迷腺 无法吸收小麦骨蛋白和其他骨物的类似蛋白质 每次给Ashton准备食物 他都要去掉肤质食品和乳制品 买来的食物中总有一些Ashton难以消化的成分 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动手 他们种植蔬菜水果 自己养息得到鸡蛋 就连烘焙食物都亲自去做 虽然这非常辛苦 但安全了很多 他们没把自己得到肉类 只能用多余的农产品去交换 或者做体力劳动换取物品 因为他们经常与别人交换食物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的习惯 还会主动跟他们交换 之前他们每周要花400英镑 约新台币15000元买食物 如今已经连续32天没有花钱 他们还是会买酒 宠物食品 但除此之外 其他的食物要全部用自己的方法获取 除了以物异物 他们还打算打猎自己动手制造 这一挑战将延续一年 一年后看看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 说不定能够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我好想说不定能够给我们更大的质疑 我好想说不定能够给我们更大的质疑